AI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各领域的热门话题 2023 Gen AI创投峰会日前是在加州尔湾举行 本次峰会由华氏度创投和美国留学生协会联盟联合举办 西海岸企业家慈善高球队和全美浙江总商会青年委员会协办 本次峰会得到了尔湾市长Farad Kim 副市长Tommy Kim 杨时投资团队董事成员王真 踏有基金合伙人韩宇 南加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会长BioVanceCEO孙舒婷 普莱瑞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张岳军等行业领袖和专家的大力支持 他们亲临现场与与会者分享他们在AI领域的经验和洞见 并与大家一同探讨未来 Jain AI峰会联合发起人兼总导演华氏度创投联合创始人张孟肥表示 2023Jain AI创投峰会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平台 更是一个展示AI技术最前沿应用和未来趋势的舞台 华氏度创投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在去年做的一个非影运性组织感 想要鼓励全球的华人创投社区把世界带向外来 然后我们同时仍然会elected investors and founders 然后给学生更多的就业机会 峰会联合发起人 美国留学生协会联盟主席董志豪表示 美国留学生协会联盟始终关注科技与创新 在留学生群体中的推广和应用 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举办这个活动 并且邀请到了很多从业者都可以为我们做分享 我们很荣幸可以以这个活动的主办方的身份去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在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类似的关于AI 关于科技关于创投的活动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学生 让我们的学生可以以更平等更优秀的机会 加入到社会里面 峰会协伴方Swing for Good 高尔夫球俱乐部联合创始人韩宇表示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各个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会 高尔夫行业也不例外 这场的荣幸被邀请来当嘉宾 然后也是一直想在一级市场抓住 AI这波浪潮的机遇 同时也觉得这次革命 就像十几年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 我们坚信在这波机会里 一定可以抓住一两个独角兽公司 凤凰卫视唐子如洛杉矶报道